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烏克兰当地媒体报导 烏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视察了这个国家东部的前线 据说 总统在索莱达尔及扎波罗尔等地 与军事人员进行交谈 扎连斯基在视频信息中说 我为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感到骄傲 我对每个和我握手的人承诺 我将继续支持他们的所有人 又有一名俄罗斯将军在乌克兰阵亡 据路透社引讯俄罗斯官方媒体电视的消息 死者是罗曼富途佐夫将军 报道并没有讲明将军的死亡方式和地点 而俄罗斯国防部也没有证实这条消息 到目前为止 据乌克兰方面声称 已经有12名俄罗斯将军死亡 而富途佐夫成为第13个 不过西方的情报机构 至少证实了其中7个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取消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 因为塞尔维亚的轮廓 对俄罗斯飞机关闭了领控 分别是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克山 在文化上与俄罗斯密切相关 塞尔维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中 并没有选边站 上个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其达成一致 塞尔维亚可以继续进行俄罗斯的天然气 而其他欧洲国家就因为拒绝支付劳部 而被关闭天然气的龙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稍后说 塞尔维亚三个轮廓关闭领控是前所未有的 他还没有收到这些国家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解释 他说 如果俄罗斯外长访问塞尔维亚 在西方亦被视为是一种威胁 这样西方显然就有问题 克里姆林宫方面说关闭领控是敌对的行动 俄罗斯外长说 现在已经邀请了他的塞尔维亚同堂 访问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 并没有人能够破坏我们和塞尔维亚的友谊 荷兰省长访问乌克兰 在对乌兰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 荷兰维亚的省长 韦贝克向该国的市长表达了支持 他和首都基辅的市长克里琴佛一起 签署了一份声明 呼吁重建乌兰的社会 韦贝克不单只是荷兰维亚的省长 也是欧洲理事会地区政府会议的主席 根据报导 他是用这个名义前往基辅的 韦贝克称赞了这个国家的市长和市议员的毅力 他说 监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 你们 市长和地方政府的议员们 是乌克兰人民和地方当局捍卫国家和民主价值观的勇气 和韵性的生动来自 韦贝克还和多位乌克兰市长和乌克兰内政部长 就重建被毁村庄和城镇的可能性 进行了交谈 欧盟的市政当局希望和他们的乌克兰同事密切合作 乌克兰的军方今天表示 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将俄斯艦队从黑海的乌克兰海岸 逼退了大约100公里 莫斯科的艦队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海上军事封锁 有专家估计 黑海将很快成为乌克兰战争热战的战场 不过 发生写话这个消息没有办法通过独立的来源来核实 据乌克兰的国防部说 俄罗斯军队因此被逼在克里米亚和他们占领的乌克兰南部 克以从地区部署海岸的防御系统 俄罗斯还向射岛派出了增援的部队 射岛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兰的第一天 就征服的黑海上的一个小面积的小岛 乌克兰国防部说 我们已经剥夺了俄罗斯艦队 对黑海西北部的完全控制权 那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灰色的地带 但乌克兰国防部说 俄罗斯的军队目前正在努力重新获得控制权 基附方面说 俄罗斯从海上发射导弹的威胁仍然存在 首次有对女性针刺的男性疑犯在法国被抓获 在法国南部城市讨论 一名20岁的男子 因为涉嫌针刺他人而被捕 一些受害者发现被针刺 不知道有没有被注入麻醉品 据说 星期六在这个市附近的海滩上 进行一个音乐节目录制时 这个男子用针 秘密为一些观众注射 现在他被指控有预谋地使用武器造成严重的暴力 大约有20个人在被刺伤后向警方报告 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是一名在音乐会上的女保安员 他被针刺之后感到不适 已经住院治疗 目前情况不强 嫌疑人是被两名年轻女性指认的 他们看到他拿着注射器 不过 这个男子否认所有的指控 近几个月来 法国至少报告了300多宗针刺事件 主要发生在夜总会和音乐会上 俱乐部老板和警方都对这种现象发出警告 而在英国有几十名女子在外出时 曾经很快被注射 过去这些药物会出现在饮料中 但现在可能使用注射方式 这种现象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亦越来越普遍 荷兰亦有越来越多被人针刺的报告 受害者主要是女性 被注射之后 往往出现神志不清等症状 有人曾经在电视台上讲述了他受害的故事 英国皇室4岁的小王子出尽风头 而年96岁的英国女王伊莉莎白在位70年 从6月2日开始在英国举行为期四天的慶祝活动 惠廉王子和海特王妃 四岁的小儿子路易斯王子 就在最后一天出尽风头 在黄色的包装里面 她并没有好好看表演 而是冲着母亲做出种种不耐焚的动作和手势 这位小王子 显然并没有心情观看为她曾祖母举办的游行 她两只手臂交叉地搭着 偶偶逗逗逗坐在这里 又对着母亲海特兔舌头 做怪相 在母亲和她讲话的时候 用手掩住她的嘴 英国皇室的粉丝和小宝在社交模式上 大量分享这段视频 整场活动中小路易斯 亦被拍到站在椅上 高举坐垫的画面 另外还有打喊怒 双手遮住双眼等等 小路易斯的举动 引来坐在后面的顾掌丁达尔的注目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丁达尔弯下身体 指着自己的两只眼睛 似乎在这里告诉小路易斯 我会好好看着你 而一旁的海特就露出了微笑 43 岁的丁达尔是女皇 掌外孙女 薩拉公主的丈夫 先前是一名英国 甘蓝球的名声 上星期四小路易斯 亦在白金汉宫的阳台场景中 抢尽了风头 她站在伊丽莎白女皇 她的姐姐夏洛帝和哥哥乔治旁边 在军用飞机游行的表演中 掌握住了两只耳朵 庆祝女皇伊丽莎白在位七十周年的活动 持续四天 小路易斯在城户上的举动 引来网友两极反应 多数网友称赞 小路易斯很可爱 很趣 但也有严肃的网友认为 小路易斯在公开场合一连转举动 显示威廉和凯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小路哥 认为这对皇室夫妇应该更了解 怎样在公开场合控制好自己的小孩 以及应该了解 四岁的小孩应该能否应用怎样的场合 昨日,女皇伊丽莎白本人在慶祝泰队的最后一日也没有出席 由于身体的原因 她在第一日的月丙式活动后就缺席了 好,回来看看中国疫情的消息 随着北京当地疫情逐步稳定 从6月6日开始 北京逐渐放宽防疫措施的限制 恢复了正常的上班 除了丰台区和昌平区部分地区之外 也允许餐厅室内用餐 俗称的堂食 从5月初以来 北京的餐厅和酒吧只能够外卖 不可以在室内接待客人 根据《新经报》的报导 6日早上很多当地民众 想在第一时间进入餐厅用餐 目前,北京当局将防疫清零重点放在丰台 昌平两个区 因为这两个区仍有零星确诊的个案 北京市政府表示 两区连续7日 没有社会面病例之后 转入常态化的防控阶段 同步调整社会面封控的措施 又看看上海 在上海6月1日解封之后 市民必须要有72个小时核酸证明 才能够出入地铁站 以及公共场所 解封的第一日 很多人看着自己的核酸证明费要过期 于是 只好马上去检测点 做核酸的检测 不过 由于太多人核酸检测过期 而检测点显然不足 所以 往往要排上一个几个小时 甚至几个小时才能达到 这就是昨晚拍到个核酸检测长龙的照片 另外虽然上海已经解封 但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停办 原定这个月10日至19日举行的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迅然到明年主办 根据上海国际电影节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6月6日发表公布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信言之命年举办 根据公告 因为冠病疫情的影响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决定 原定在2022年6月举办的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信言之命年举办 公开的资料显示 上海国际电影节曾经在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 金卓掌 亚洲新人掌吴平掌 只是公布官方入选片 不举办走红地毯的仪式 今天 涉嫌检测造假的北京瓢石实验室7人被批捕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 以北京瓢石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以周某某、姆某某等7名犯罪人 涉嫌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提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检测机关经过审查 在2022年6月6日 即是今天 以涉嫌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对周某某、姆某某等7人 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不过 核酸检测造假的事情 不单止发生在这家公司 中国的神舟14号、5号主流组发射之后 太空人3人的成组已经进驻天华深仓 其中女性的太空人刘洋 在太空站使用手机的动作引起了热义 今天 流洋到达后拆起了手机 登上微博的热手榜 也导致很多网友疑问 在太空有没有手机的讯号 网速快不快等等 根据中国专家的介绍 天华核心仓里面 配置了十几台通讯的设备 仓内的电脑、手机等物品 都可以作为网络的终端和地面进行联系 就好比在4万公里的高空上 建起了讯号的基地站 让通话和影片等数据传输 都会经由基地站传输到地面 有了这些装置 太空园也可以像在家里那样 与外界进行联系 还可以建立群僚或私僚 让天地交流更顺畅更方便 而太空通讯联络下的网组 运行的速度和地面的5G速度相当 太空传输数据到北京的控制中心时 产生的时间延迟大约是几秒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好